那我請教一下王浩大哥 上個禮拜是拜登才就職 可是禮拜六 禮拜天 解放軍老台的戰績 就創下歷史新高 這引發了國務院的反彈 也引發了美軍的反彈 但是全世界也睜大眼睛看 習近平對於拜登的底線步步進逼 對 我覺得這個 針對這個中共這過去幾個月來 不斷的加大對台灣的軍機騷擾的 這個情況 台灣方面從政府到民間層面 可能確實也要開動腦筋 集思廣義來想辦法作為一些應對 不能只靠美國或者拜登政府的反應 因為我覺得這個 也許台灣方面可以 除了每次有派國軍的空軍軍機 起飛來這個驅逐中共機以外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 這方面我覺得大家都要想辦法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層面就是說 不光只是針對美國政府 台灣應該要進一步的呼籲 他們能夠採取強硬的態度 台灣也應該 這個像世界上其他的自由民主國家 特別是亞太的五眼聯盟和日本這樣的門幫 能夠進一步的說明將在台灣面臨的中共的軍事壓力 和最可能發生的擦槍走火的這個狀況 我覺得這一方面可能台灣政府也需要加大這個外交工作 這個像這個各個聯邦來 門幫來說明這個情況 那第三個當然了這個希望通過美國兩黨對新政府的壓力 國會特別是國會兩黨對新政府的壓力 能夠使得這個拜登政府採取更鮮明的態度 特別是比較讓人擔心的是因為美國新任的國防部長 他幾乎完全沒有在印太地區 亞太地區的這方面的軍事戰略的經驗 他個人是主要負責中東的這個 中東伊拉克戰爭的經驗 那也許這方面可能需要向他和新的美國的這個軍事決策部門 進一步的這個說明現在碰到的實際的軍事方面的壓力和情況 我覺得這方面的工作 台灣當然可能需要加大力度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一個這個從目前為止美國政府的這個反應來看 起碼美國國務院是發了公開的聲明 那這個聲明本身的內容來看 確實也是比較中規中矩的 那再進一步重申了台灣關係法和美國對台灣的六項保證 也重申了這個美國會繼續向台灣提供防禦性武器的這個 美台關係的堅實基礎 那我覺得從他那個外交層次上做的這個聲明 在一個新政府剛上台的幾天之內能夠做到這一步也已經算是不錯了 在我看來 但是是不是美國在軍事戰略方面在整個這個其他領域可以做更多的啊 特別是幫助台灣提高防空能力 包括導彈包括飛機包括雷達包括其他的各種的武器方面能夠做更多的事情來發出這個信號啊 你中共這個來台灣侵擾的這個共機來的越多 那當然啊 那美國賣給台灣的相應的武器層級要越高啊 這一方面我覺得需要看美國拜登政府具體的行動 光發一個紙面的聲明看來是不足以威嚇中共的行為的 那如果紙面的聲明不足以威嚇北京現在對外的囂張的話 那禮拜六來13台戰機禮拜天來15台 也許過幾天他就天天的創新高 那實際上他對台灣已經是進入一個軍事的消耗戰 對確實是因為這一方面是軍事消耗戰 他是在打人海戰術啊 因為他的飛機的數量非常之多 而且他飛行員的數量也比台灣多 當然多很多 那如果是他長期的用軍事信念為藉口不斷的來擾台的話 就形成了對台灣空軍的國軍的人力和資源的巨大的壓力 因為畢竟台灣的空軍每次要起飛來應付的話 也是有耗費人力物力和財力啊 那這方面這個台灣政府也許需要跨波緊急的這個附加的國防開支 來應對這個情況 並且有可能需要 比方說動用一些其他的辦法 比方說無人機啊 導彈試驗啊 也許在中共常常來台灣騷擾的西南方 做一些更多的這個導彈試驗 有沒有可能啊 來威嚇他 那如果實在不行 乾脆我們也飛到上海這個防空識別區 也去 反正你不要入侵他的領空嘛 他在防空識 他來我們的防空識別區 我們也可以去他的防空識別區嘛 這次他是從上海飛出來有飛機 那我們就去到上海的防空識別區 也飛一飛嘛 我覺得這個事情有來有往嘛 來而不往非你也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 台灣也許要拿出更強硬的態度 好 我們稍後回來